在迎来国际妇女节的同时,创建于1996年3月的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也迎来了它的16岁生日。 在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年庆之际,为感谢社会同胞、社区合作机构和各级政府的支持, 为报答各界对妇女同胞的关心和帮助,并进一步推广联盟国际发展25周年的主题。 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于2012年3月24日晚奉上一台名为《阳春三月风》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包括精彩的主题演讲以及丰富的多元文化文艺演出,从儿童到母亲展示给观众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各级政府机构代表,社区代表, 以及各族裔代表,各界华人妇女代表和各界人士均出席本次活动。 本次晚会主持人有华裔女士和非华裔男士共同担纲, 由加拿大国家妇女法律服务机构总监和多伦多市政府女性议员做出了简短精彩的主题演讲, 介绍创业经验,鼓励移民专业妇女融入主流社会, 争取平等权益,贡献社会。 各位朋友晚上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主办的为庆祝今年国际妇女节和我们建会16周年的晚会现场。 这次晚会邀请了加拿大的三级政府,就是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多伦多市政府的代表嘉宾出席, 并且呢,还有各个社区的负责人,然后也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 晚会内容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有表彰过去一年来, 为协会的发展,为社区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各个社团, 个人,然后还有各种艺术表演,包括歌剧,意大利歌剧, 各个族裔的舞蹈、歌曲,还有我们妇女协会旗下的各个艺术团体的表演, 包括舞蹈、音乐,还有太极功夫,这种各种各样的社区文化活动。 希望今晚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丰富多彩,美的享受, 大家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能够欢聚一堂,谢谢。 本次活动的筹委会成员有30余人,全部都是义工, 利用业余时间全力以赴的准备,体现了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16年来的团结合作的奉献精神。 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会长余晨章表示, 联合国一直呼吁全社会关心和关注妇女健康和权利, 今年也正值联盟国际发展25周年, 其主题是提升妇女地位,特别要正视妇女在市政的地位, 以及推动持久性经济发展。 全世界是一个地球春, 女性在推动世界和平和经济增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加拿大的妇女姐妹们为促进加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建立进一步的经贸、文化联系, 推动文化和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民间层面提升了加拿大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余会长强调, 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妇女同胞搭建更加坚实和广阔的平台, 展现女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各层面的重要作用, 并借此机会祝福妇女同胞和所有的家庭幸福和睦, 为进一步推动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共同呼吁全社会对妇女的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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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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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纏纏弹琴摇柳线琴 小银子喳喳唱歌正好听 小银子喳唱歌正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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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